蓝猪明年要开放进口台湾 花莲县政府卫生局今天也派人到市场加长鸡茶 确认摊商有没有按照规定来标识肉品来源 一旦标识不清 未来最高可以罚到400万的罚还 而针对使用国产猪肉业者 县服也会发放在地标章 让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 花莲卫生局人员9号到美轮传统市场鸡茶 一摊一摊巡视 并针对使用国产猪肉的摊商发放贴纸 因为蓝猪明年即将进口台湾 民众如果要买国产猪 就得好好认清这个在地标章 有贴纸国别 然后还有它的标注单 这样是一个标准的做法 除了贴纸清楚写着 本店使用国产猪肉 标识牌上还有QR Code 轻松一扫就能知道肉品产地 不过不少花莲民众在购买时 全凭着对店家的信任 买这一摊的啊 信用一摊 消费者感到安心 而有了标章佐证 业者也觉得方便许多 每一天之前每个客人都会询问 对我们对消费者都有帮忙 但卫生局也强调 未来如果有摊商 肉品来源标示不清 可罚三万以上四百万以下罚还 县府一定会加强击查 而除了传统市场 一般超市也不能放过 这些散装食品都做了非常好的标示 随着明年莱猪进口 时间越来越近 县府加紧脚步管控食安 要让民众能够安心选购食材 记者陈金燕花链报道